由台北市議會議長戴希青 發起的二手衣議賣活動 不但獲得全體市議員響應 市長蔣萬安也共襄盛舉 這次拍賣所得及善款共計90萬元 將分別捐贈給台北市青兒福利基金會 與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當時議長跟我提議 我非常樂意響應 但也有一點小小壓力 因為我怕我的二手衣賣得不好 那我就有點顏面無光 或者是說沒有辦法幫忙到 這個公益活動 讓這個愛心善款少了一點 我覺得讓我心裡很緊張 蔣萬安分享自己捐出 兩件中華隊棒球衣 一件是第一次帶著大家到 台北大巨蛋開賽穿的簽名球衣 另一件則是大巨蛋舉辦 亞錦賽中韓大戰當天 自己穿上為中華隊加油的球衣 很高興最後拍得了50萬元 能把這份愛心捐贈給需要的機構 那我也很感動 戴錫慶議長 我聽說他捐出了他去看 五月天演唱會 所穿的五月天潮牌外套 哇他把他能夠捐出來 割愛真的不容易 所以非常令人感動 這兩個受贈單位 都是長期在社會安全網中努力 彌補政府資源不足的機構 並照顧很多因為家庭變故 或是經濟壓力而導致生活 或就學困難的孩子 蔣萬安期盼未來每年的 12月25日就職紀念日 都能規劃二手一或不同形式的 意賣慈善活動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民眾 記者游詳亭台北採訪不到